今天要來挑戰的是一次做兩道料理 那第一道料理是日式青子豆 第二道是韓式牛肉豆腐鍋 那今天這兩道料理的主角都是豆腐 那接下來看一下有哪些食材 半顆洋蔥 一盒牛肉片 半包的黃豆芽 半包的紅喜菇 三顆大蒜 一大匙的韓式辣椒醬 一大匙的辣椒粉 跟一小匙的糖 以及半盒的頸豆腐 首先我們要來醃牛肉片 然後我們先倒入一小匙的麻油 一小匙的鹽 先開火 開火然後等鍋熱了之後我們就加也是加一些些的油 糟糕我倒 我倒太多油了 我們就把 錯了耶我不是要炒大蒜嗎 那沒錯我們要先炒洋蔥 洋蔥呢就是炒到有香味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放大蒜 這是三顆的大蒜然後放下去炒 剛剛蜜蜜師有跟我說就是 因為大蒜切很小 所以它比洋蔥晚放 這樣大蒜就比較不容易被炒到焦 炒完大蒜之後呢 我們接著就把剛剛醃好的肉 放進去 再把它炒一炒 那這個部分是因為要讓這個洋蔥啊 跟肉的香味就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做一個 拌炒的動作 洋蔥跟肉拌炒 到就是香氣融合之後我們就把肉挑起來 沒有水沒有關係 炒辣椒粉粉糖 把就是辣椒的香氣炒出來 就可以做下一個動作 好了差不多之後我們就加水 水大概加到鍋子的一半左右 我們加完水之後呢我們要把這一大匙 盤式辣醬放進去 放完辣醬之後呢我們接著要把豆腐放進來 接著放黃豆芽 那因為黃豆芽還蠻耐質的 所以它可以跟那個豆腐一起下 所以它可以跟那個豆腐一起下 接下來把準備的紅喜菇 也 鋪上去 接下來試一下這個 湯的味道 確實蠻辣的 但是 要加鹽巴吧 我們還沒有加鹽 這個是我有吃出來 沒鹹 我們要來加一下鹽巴 剛剛試了鹹度是ok的 剛剛試了鹹度是ok的 然後大概 煮五分鐘之後 我們要來把肉放回去鍋裡 鋪在 鋪在那個鍋上 鋪在湯上面 我剛剛那個經濟師有有建議就是如果 覺得太辣 然後想要降低辣度的話是可以在 這個 湯上面放上一片起司 可以降低辣度 牛肉啊就是把它 壓進這個湯裡面讓它 煮熟 我們把牛肉放完之後呢也是放一把的 蔥 白 跟一把的蔥 花 蓋起鍋前 我們淋上半匙的 麻油 然後讓它那個整個香氣會更 好 好那我們今天的韓式牛肉豆腐鍋就完成囉 現在來到了試吃時間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試吃的是韓式牛肉豆腐鍋 這是我超愛吃韓式的 就是很愛吃辣 所以我覺得 它今天看起來感覺好像還不錯 很好喝耶 終於成功了 真的 而且它好甜喔 金金吃都快哭了 對 但我覺得 豆腐可以再出手一點 那個 味道會更好 然後呢 我非常喜歡 如果明朗在家裡的時候啊 非常喜歡吃韓式鍋裡面加很多很多的 黃豆芽 還不錯 但我覺得 因為今天是我做 所以 我覺得 恩 有一點點的 不太好 是我覺得味道還是不太足 金利師做的味道就是 很充足 因為它可能 鹽巴 加的比較 夠 我的有點淡 因為我的那個 味道也很OK 對 不知道你們平常用的鮮 那個鹽巴的程度放 我覺得 其實會很好 我覺得我剛剛的鹽巴 可能還會放一點 太少 對 對 就是 青菜的那個鹹度 我覺得 這個 卡一滴滴 這次的那個牛肉 豆腐鍋 終於成功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吃另外一道料理 你試勤子凍 對不起 喔 要重來嗎 我有點太開心了 久違的成功 還蠻開心的 但是這道 這兩道料理好像都沒有特別的難 然後 我覺得就是 有味道有調好 然後那個 煮的順序啊 然後有 順序有對應該 失敗率應該很 低 所以你大概連我都可以 做出來 我覺得 這一道真的跟金利師做的味道很像 你就覺得 還不錯 好啦 那 就期待下一次的 三明姐雙菜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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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聽說 我們下次見 喔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